这个男人慌里慌张地来到了一家便利店 但他却什么东西都没买 而是二话不说就来厕所敲了三下 因为他的妻子上了一个小时的厕所都没有出来 就当男人一把打开厕所门后 里面却空无一人 他急忙打开另一间厕所 同样发现里面没人 随后男人急忙询问老板刚才竟没进来人 老板却说没注意 为了弄清妻子去哪了 男人赶紧向妻子打去电话 可妻子的电话却早已关机 焦急的他急忙在加油站开车寻找妻子 可转了半天仍然没有找到 吓得男人赶紧打电话报警 就当警方带着男人来到便利店调取监控时 老板却说监控坏了好几天了 见无法调取监控 警方只好暂时先回去立案调查 留下了男人一个人在这里等候 意识到此时不是守株待兔的时候 男人便独自对便利店附近展开了调查 结果竟然发现监控上的指示灯是亮着的 得知老板刚才肯定是在欺骗自己 他做出了一个所有男人都要做出的决定 只见他二话不说就找到了老板理论 见老板仍然坚持监控是坏掉的 气得男人一把就将老板按到了地上使劲摩擦 紧接着一把就扯掉了监控硬盘扬长而去 为了弄清监控里面到底有什么 男人赶紧带着硬盘来到了警局